他是我的兄弟 最老的 最饿的 他是你的毛髮 而且我以为 你以后会不会有什么 还有饭 和晚餐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最倒霉 谁最憋屈 莫过于这部影片的男主了 去银行泡妹子遭到了抢劫 去芬兰散心又遭遇了识人族 两次都差点把命给丢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惊悚片血腥地狱 男主一直暗恋银行的一个妹子 虽然没什么存款 但隔三差五就会以 办业务的名义跟妹子套词 眼看就要报到美人归了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帮穷凶极恶的 劫匪吃香闯进了银行 一进门就首先干掉了一个保安 本来男主也准备 像其他人一样认怂 但天降大人于私人的 一个装有手箱的昆包 刚好掉在了他手里 男主一直患有人格分裂 虽然他的主人格没什么打 但他的另外一个人格 却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 在另一人格的怂恿下 男主开始反击了 他不仅干掉了所有的劫匪 还救出了新衣的妹子 虽然男主用大无畏的精神 成功地挫败了一起 有预谋的抢劫 但由于一名人质的死亡 他最终被检察官送上了法庭 所有的吃瓜群众 都认为男主是一个英雄 但检控官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如果不是男主的鲁莽行为 那名人质也不会死 更不幸的是 法官和陪审团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男主最终被判了八年的徒刑 在这八年期间 被他救的银行妹子 只去看过他一次 并且说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男主了 银行妹子给出的理由显然是自私 但男主也是无可奈何 银行妹子毕竟不是圣女 思想境界还达不到那个高度 八年后 男主一出狱就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但这样的关注给男主带来了太多的烦恼 因此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 到芬兰去散散心 至于为什么要去芬兰 这事还得从他在监狱里说起 男主在即将出狱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个打算了 他连续选择了三次 结果目的地都是芬兰 因此男主认为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俗话说匹吉太来 男主觉得这肯定是老天爷对他的恩赐 但他忘了还要另一句俗话 那就是福无双至祸不但行 那些凶残的银行劫匪跟他即将遇到的石日魔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男主刚一到机场 就被来美国旅游的一对芬兰夫妇给盯上了 这二位就是石日魔家族的首领 男主来到芬兰 刚一下飞机 就被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石日魔给接走了 途中石日魔打开了某种气体 当男主发现不妙的时候 为之意外 他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会儿 又什么也不知道 当男主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吊了起来 更不幸的是 他的右脚被剧掉了 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提醒他不要大喊大叫 一定要在天亮前让自己摆脱目前的困境 男主观察四周 发现屋子里有大量的自行车和行李 这说明在他之前呢 已经有很多无辜的人遇害了 男主的另一个人格经过分析 屋认为男主很可能是遇到买卖器官的犯罪集团了 但对于为什么要剧掉男主的右脚 他始终大祸不解 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石日魔一次吃不完 为了保持食材的新鲜 所以才留了男主一条小命 这个石日魔家族是个大家庭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赫尔辛基的郊外 其实他们这一家人呢 除了大儿子是个吃人肉的怪胎之外 其他人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到了后半夜 当男主正在试图自救的时候 石日魔老爸的小儿子因为好奇来到地下室 男主一看机会来了 脸哄带骗让小儿子靠近自己 然后突然一个夺命捡到脚 把小儿子揍晕了 石日魔家里唯一的女孩春花 一直负责照顾弟弟 春花是这个家庭里最善良的一位 他无法忍受父母和兄弟们的杀人行为 打小就曾试图逃离这个家庭 但始终没能成功 自打弟弟出生之后 他又试图带着弟弟逃离 但又被一次次的抓了回来 因此他在家里的地位最低 也是最不受父母待见的一位 春花没有跟父母说实话 只是说弟弟从床上摔下来 趁着石日魔夫妻带着小儿子去医院 春花来到地下室为男主包扎了伤口 这个小萝卜唐尼的超级粉丝 对男主是一见钟情啊 他向男主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并且说出了男主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 春花把刀子放在了男主的脚下 希望男主能带着自己一起逃走 小儿子被送到医院之后 医生非常肯定地说 这么严重的伤 绝不可能是从床上摔下来导致的 石日魔夫妇怀疑是男主干的 他们来到地下室 发现男主的伤口已经被爆砸好了 他们抓住了春花 并且又给男主打了一针麻醉剂 当男主苏醒过来之后 发现春花的舅舅正在锯自己的左脚 男主奋力反击并加快了自救的过程 当春花的舅舅准备再给男主来一针的时候 被男主突然给反杀 这位曾在阿富汗打过仗的老兵 开始了反击前的准备工作 他从之前被害人的行李中 找到了一些应手的家伙 然后还用高尔夫球杆给自己做了一个一支 石日魔夫妇外出回到家 看到地下的脚印之后 意识到男主很可能就逃跑了 于是他们一家人在餐厅里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石日魔老妈建议全家人赶快撤离 因为男主一旦带着警察回来 那么他们全家人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跑不了 一家人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 躲在餐桌下边的男主拿着射钉枪突然发弹 开始了他的自卫反击战 经过一场小规模的交锋 男主把这几位全给杀了 被关在木笼子里的春花也没闲着 直接就把他老妈给勒死了 但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 当男主这边刚喘了口气 那位吃人肉的老大就杀了出来 这是一个人高马大的超级怪物 收拾男主就向老鹰抓小劲 不过已经杀红了眼的男主也不是好惹的 他用自己那个存放在冰箱里的右脚 把老大给干掉了 影片的最后 男主带着春花和那位还在医院养命的弟弟 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但这个还未成年的小儿子 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惊 江湖实在太险恶 总有变态在触摸 外出旅游要当心 以防惹来杀身祸 救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 rung癡 前 crash explains